剑宗修行守则 是我们的行经,有教理行果四种,是修行的 也就是我讲的至善的行为 这个小册子,印成的小册子 给诸位随身携带 试试看,看到要做到,条条都要做到 这个小册子里面一共有三部分 前面一部分是揭露、禁宗、五经里面的教训 第二部分有六十条就是《无量寿经》的教训 第三部分大概也有六十几条揭露的《弥勒所问经》里面所讲的教训 那么这些经都在此地讲过 我们能把这些这个几条做到了 你就是真正的菩萨 你是真正的修行人 你一定会得到祝佛护念、隆天勇护 以法院、为佛法、为众生、做任何事业都会冤满 有缘必成 我们自己要具备这个条件才行 自己不具备这个条件 求感应,求不到 你能求求必应是你本身具备好的条件 这个大家一定要懂得 自己不认真修行 决定不能成就 第二句 利益众生供养 这是我们在讲习当中常常提示的 我们心心念念 利益一切众生 心量要大 越不能说利益我喜欢的众生 我不喜欢的众生 讨厌的众生 我就不给他利益了 你这个想法就错了 利益众生不分宗族 不分宗教 不分类别 一律平等的利益 利益里面最大的利益是什么呢? 佛在经上说说的 帮助众生觉悟啊 这是最大的利益 所以是破米开悟 利苦的路 众生为什么会有苦? 苦是他迷耳不觉 他就苦了 他有灾有难有苦 我们在物质上帮助他一些 只能救一时啊 不能救一辈子 纵然你有能力 帮助他一辈子 来世怎么办呢? 你还能照顾得到吗? 来世还有后世啊 佛菩萨利益众生 生生世世 给他永恒的利益 真实的利益 你想想这个事情我们怎么落实 这个落实就是教育啊 诸位要常常想想 释迦牟尼佛一生将近说法 大家都知道啊 世尊当年在世 将近三百余会说法四十九年 跟中国孔老父子一样 一生堵足社会教育工作 这个教育工作没有报酬的 义务的 佛没有收人家一分钱学费 接收供养 不过是一天吃一餐饭 接收一波饭而已 这三一一波 业无所求 一生教学不倦 这个是利益众生供养 我们要学习 在古时候交通不方便 人民生活范围很下测 确确实实有人老死不想往来 住在这个乡村里面 隔壁那个乡村可以看得到 也不过吉利路 一生从来没有到过那个村庄的 有啊 老死不想往来 生活圈子很小啊 交通不便 这个样子才要建道场 所以各个地方都有道场 都有法师在那个地方讲经说法 教化众生 现在时代变了 科学技术发达了 资讯发达了 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 出了一点小小的事情 我们立刻就知道了 交通便接了 交通便接了 你是在古时候 要从中国到此地来到南洋来 谈活容易啊 有机会给你来 你也害怕了 哎呦 坐船要坐几个月 大得了啊 现在交通便接了 几个小时就到了 所以我在澳洲在学离 学离一些同学们跟我见面 我就跟他说 台北到学离 在我们三十年前 大概三四十年前 台北到高雄的距离啊 从台北到高雄 坐火车 快车 八个小时 慢车 十二个小时 快车 八个小时 现在从学离到台北 八个小时 地球小了 地球村了 地球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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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村了 你会接触不同种族的人 不同国家的人 不同信仰的人 不同文化的人 不同生活方式的人 不同宗教信仰的人 不同宗教信仰的人 你要跟他们在一起生活 这就叫多元文化 所以要有利益一切众生的观念啊 根根界限统统要脱布 现在这个地球变成一家了 这个家大不大呢 不大 很小的家庭 比起佛小的太多了 佛的家多大呢 尽数空便法界 佛是以伐界为家了 以众生为己啊 我们如果想做佛 你要不能把这两句话落实 你就做不了佛了 大家念佛都想成佛啊 都想到极乐世界去成佛去 你要心有这个理念 要把这个理念落实 一切众生是自己 虚空法界是我的家了 你才有做佛的指望 所以你起心动念能够利益一切众生 起心动念是个愿望 愿望能不能变成事实呢 那又是一层功夫了 怎样把愿望落成变成事实 给它落实 你要有行动啊 我这一次有机会参加雪梨召开的这个世界宗教和平组织的会议 我也感觉得很奇怪 他们怎么会找我 我跟他们完全未往来 他们来找我 而且对我很尊重 这个会议一年举行两次 半年一次 参加这个会议的有三十多个宗教 都是这些教派的领导人 每一个教派都发言 他们的理念 他们的做法 都有一个简短的报告 会议两个小时 他们给我三十分钟讲话 对我非常尊重 他们每一个人讲话大概只有五六分钟了 给我三十分钟了 对我非常愉悦 我听了之后 本来我也有个准备 你们同学都知道 准备了个东西到那里 不管用 画给他们做参考了 因为我听他们每个人讲话 听完之后 我给他们建议 这个会议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 这些宗教家们的理念 我非常敬佩 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求整个世界社会安定 世界和平 一切众生能够活目相处 互足互足 这个理念好啊 这是我们尊敬的地方 但是这个理念怎么样落实 问题严重了 会议开了这么多年 一年开两次 起不了作用 社会还是动乱 世界还是不和平 还是有增值 大家都想不出一个方法来 所以我提供他的意义 我给他说明 佛家华元经上讲的 那是比诺詹那夫的世界 那是一个多元文化 比我们这个世界大得太多了 我们在华元经上看到 参加的大会的这些群众 我们就有两个七十多个不同的族群 那个族群非常之大 一个族群里面的人数 无量无数 无量无数 我们这个世界算什么吧 范围太小了吧 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 一佛入世 为什么华藏世界的人 极乐世界的人 不同族群 不同宗教信仰 都能够和母相处 我们为什么做不到 我这个一提醒呢 大家的是知经会神 专心的来听我讲解 我说他们能做得到的只有一个因素 天天讲经说法 你看华元经上 皮诺詹那夫讲经说法 从来没有中断过 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讲经说法 也从来没有中断过 所以讲经说法 这就是教学 唯有教学能把这个理想乐实 他们听到我这个也同意 我得说看法 一定要通过教学 我们中国古人常讲 那是讲那些念书的人 三天不读圣贤书 面目全非呀 不像人啊 人都有烦恼 都有卧习期 三天不读圣贤书 你得烦恼兴起原形别弄 那哪里是个人呢 什么样才叫人呢 遵守无界时善 而没有过时 那个叫做人啊 无界没有了 十善没有了 你是畜生啊 是魔鬼啊 不是人啊 所以现在这个世界 你到外面就看到妖魔鬼怪啊 无论到哪个地方 你就看到这些图屯 甚至于深山穿的梯鞋 那个里面都是些妖魔鬼怪 人不人鬼不鬼 我们在外面看她霸死 霸死上面看的都是鬼怪 到处都是啊 读圣贤书重要啊 所以讲经说法重要啊 我们这个道场维系的这关系 我们天天在讲啊 我生病这个基金 终端了两三个星期了 回来之后 李莫言就是告诉我 同学们已经退心了 已经散烂了 我听得害怕 如果是这种情形 我们的佛修院决定不能办 培训班也得解散 这很可怕的这个现象啊 同学们还不能自立 还不能够独当一面 不能克服自己的烦恼吸气 还需要我们来辅导 为什么会散烂呢 我了解原因 你们这么多人 此地一个星期 讲经的时间太少了 轮流时间太长了 两三个星期才轮流到一次 甚至于一个月才轮流到一次 怎么会不懈怠呢 所以这个事情难免啊 我一生没有管过人 我不希望约束人 我不希望管人 实在讲 我这一生呢 也没有人管过我 这很自在嘛 我一生没有人管我 我就不应该去管人 我一生活得很幸福 一生不管人 不管事 不管钱 大家都晓得 我是三不管的法师 这个就是我想的福 不容易想得到啊 所以回来之后 我决定把时间让出来 给你们同学 我一个星期讲一次 那么希望每一天呢 就讲近两个小时 两个同学出来讲 一个人讲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你们写讲稿 要写一万字 每一个星期写一万字的讲稿 讲台上讲演 还跟过去老办法一样 每一个同学都要对他提出评语 每一个同学都要交往 帮助他改进 帮助他进步 帮助他进步 我们这样学习才踏实 时间才不会困固 我们也对得起这一边的长度 给我们的关怀 给我们的照顾 给我们的共享 一个学期下来 你们写了 这个字 我看总有二十万到三十万字的 就写成一本书了 这是你们在此地学习的成绩 你要拿出成绩来才行 如果将来发展成为佛学院 我们的教学方法始终不变 诸位在此地学习这个过程当中 你们也感受到这个教学法有效果 我们可以多开几门口 但是同学们选择 一定是选择一门专攻 其他同学所修学的我们可以听 只是听给他做评语 帮助他改正 自己攻攻自己的这个过程 每一个同学在每一个学期要完成一部著作 所以我们这里不需要考试 你把你的著作拿出来 这个就是考试 等于论文一样 有利益众生之一要落实 第一个 射手众生 什么叫做射手众生 要懂得啊? 用现代的话来说 射手众生 就是与一切众生有缘呢? 不但是有缘 有很深的缘分 有很密切的缘分 能令一切众生对你生尊敬的心 爱护的心 向你学习的心 你在教化才能受到效果 所以摄受众生要靠什么呢 不是靠学问 学问好 不见得赢得人家对你从内心的佩服 摄受众生是德行 你有高尚的品德 你有爱护众生利益众生的行仪 你才能赢得一切众生的拥护 一切众生对你的热爱 你们在此地应该可以见到 我们对其他的宗教访问 我们去拜访 虽然这才是一个开端 我们就去年除夕的温馨晚会 我们邀请新加坡所有的宗教团体都来参加 我们大团圆 我们在一起过中国的农历里 这是摄受众生啊 所以有人来问我 这法师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只答复他一句话 佛教我这样做法 佛教我摄受众生供养啊 这就是摄受众生供养的落实啊 多元文化的落实 不是在口头上说说而已啊 我们要做到话 九号我们去拜访印度教 底下呢 给基督教天主教已经在联系了 我们每一个宗教都要去拜访 平等 其他宗教节日 我们也欢喜参加 我们的节日 我们大请客 我们也请他来参加 落实啊 都是属于摄受众生 底下 菩萨又告诉我们 带众生苦供养 这一条重要 实在讲 从理上来讲呢 众生苦 没有人能带 我们很苦啊 佛很慈悲啊 佛能不能带我们受苦 不能啊 为什么呢 你受苦享福是你的夜报 你一种地有这个因 你一定要感受这个果报 谁都不能代替你 谁都不能代替你 所以 代众生苦啊 只是我们一个愿望而已啊 我们愿意代众生受苦 实际上如果真的能带因果定律 如果真的能带因果定律 岂不被退翻了吗 佛也不能违背因果定律 那么佛菩萨如何代替众生受苦 只有一个方法 减低自己的享受 都帮助众生 所以在自己物质生活上 处处借基因啊 我们一天能够省一块钱 省两块钱 借省下来 我这一年块钱就能帮助别人 真有这个心啊 真正有这个行为 要做到 所以有一些同修 常常想请我吃饭 这个在外面请吃饭的 很浪费时间 吃一餐饭 好几个小时 浪费时间了 但是人家慎情好意 我现在想通了 开悟了 什么人请客 我都答应 我都欢迎 到哪里请客呢 九四零二楼 你们把请客的这个钱 捐个梅桃村 我来陪你们吃饭 这个好啊 这个不浪费时间了 也不浪费金钱了 居士林这个菜油比现在一般素材馆做得好 所以居士林这一改进了 素材馆好多都关门了 大家请客都到居士林来 不但请我 我这个提倡啊 我希望所有请客的人通通到居士林来请客 把你那个钱捐给弥陀村的时候做无量功德 又做了功德又请了客 又吃了这么好的饭菜 你说多自在啊 这个是一举素杀 所以鼓励大家到居士林来请客 这个就是属于带众生苦供养啊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尽量寂寂 不可以浪费叫习福啊 我在这一生当中 过去见到两位老师 一位是我在抗战期间一个老校长 周邦道先生 一个是台中连席黎宾南老居士 李一老居士 我跟他生年 他每一个月生活费用了 六十块钱 台湾钱六十块钱 后美金的时候 两块钱 一个月生活费用了 他每一天吃一餐 而且吃的很少 我看到他老人家这个样子 我跟他学 我也每一天吃一餐 但是我这一餐比他吃的多 跟他一样啊 不行 受不了 他一餐两个馒头 小馒头够了 我要吃三个 所以他一天两块钱生活费用够了 我那个时候在台中一天三块钱生活费用 我跟他学了 我学了到第八个月 我再告诉他 他这个问我 那你感觉到体力精神 有没有什么两样 我说不觉得一样啊 他把桌子一盘 好 你一直这样下去 一生不求人啊 我们愿意讲 人道无求 品质高啊 我们生活费用很少 一点点就够了 就不要求人了 求人是最痛苦的事情 看人的脸色好难看啊 所以我一生的时候 落死我也不求人 我有这个骨气 所以生活一定要借解 一定要知道惜福啊 决定不可以浪费啊 那么你们今天看我 好像是有点佛报 很多人来供养 我们有求人供养 自动送来的 你也不好推卸 那么我生活还是很少 你们看我吃东西吃的很少 所以送来东西的 大家享受 今天还有人从台班 煮好的东西带来 真不容易啊 煮了这两锅带来啊 我看了 我很喜欢 我就告诉我人士 送到二楼餐厅 你们今天晚上念佛的人啊 晚上肚子饿了 可以去吃 人家供养我 我供养大家 供养大家就有佛报啊 所以这个佛家常讲啊 今生不了道 屁毛带就还啊 我人家供养我的 我都供养你们啊 我不了道 有你们大家带我还 所以立刻就转送给别人 你们供养我的钱 我看都不看 全部拿去给弥陀村 弥陀村现在给我的收据啊 可以定成一本书了 一大堆 所以要想的 这个佛报啊 转送给一切众生啊 这个佛报是无有穷尽的 那越累积越多 越多越不识 这个佛就是想不尽的佛啊 但是自己一定要刻苦 决定了不可以浪费 多余的决定了供养缺乏的人 那么这个就是带众生苦供养了 在上一次有个院会 有一位军事问我 法师 你住在哪里 你自己道场在哪里 我自己没有道场 我自己一生没有自己的住处 我住在别人的道场 出家了 自己就没有家了 如果还有一个家 那不又回去了 你出了家现在又回家了 所以这一次在澳洲 澳洲有个罗居士 非常发现 他跟澳洲政府 联邦关系都非常好 来问我 我们这个道场进总学会 需要哪些法师 法师常住在澳洲 他可以给我们办永久居留 甚至于办公民 我跟他讲 你可不要害人 你不要造罪业 他听了也就呆了 我说怎么 如果把法师办成澳洲永久居留 这个法师道心就没有了 他这个贪嗔痴慢 私心就起来了 道心就没有了 所以我说 你要做好事 给我办什么 居留一年 只准他住一年 他一年在这里修行得很好 明年我再给你办一年 一直办得好 我年年都替你办 你要是不如法 我就不替你办 你一年住完了走路 赶快走 所以他有道心 此地我跟李牧原就是这样 你们的这个工作准政一年 为什么不给你办多呢 使你有道心 多了的时候 你觉得这个地方可以常住了 你就胡思乱想 你就会到处叛远了 你就会搞小圈圈了 将来你就会堕地狱了 岂不是怕你害死了 所以互乏要懂的这个道理 你既然出家了 战战兢兢 真的是如履薄冰 如灵深渊 信心在道 你只要有道 祝佛护念 隆天拥护 供养你的人太多了 你还有什么 你没有道 你造业 你拜坏佛门 你将来必定堕落 所以就互乏了 有很多不明道理 把这好好的法师都护到山土地狱去 自己还认为有功德 哎呀 我出了多少钱 替法师买了道场 那个法师有所有权 你看法师好好的出了家了 现在我又给他一个家 又把他装进去了 你还认为你有功德 你的功德在哪里呀 你造的是罪业 这也不是功德了 我说的话不好听 但是对大家真有好处 所以寿假同修 你不要以为我在障碍你 我是在成就 我绝不是障碍你 你们真正修行半道 如果没有地方住 我会供养你 你不真正半道的时候 拜坏佛门那是罪有应得 所以自己必须刻苦耐劳 对于人力物力财力要知道爱惜 绝不浪费公共的物品 你能够惜福就是佩福 你能够惜福就是疾福 这个道理一定要懂 这个都是属于待众生受苦 借着菩萨又告诉我们 情修善根供养 情修 什么是善根 这大家都知道 听多了 不贪 不成 不吃 这是佛给我们说的 世间的三善根 对人 对事 对无辱 不齐贪心 顺着自己意思的 不齐贪心 违背自己意思 不齐称心 你的心 你的心永远是清净的 永远是平静的 这个自在呀 不吃 不灭 永远是清醒的 永远是觉悟的 世间 世间所有一切的善法 都是从这三个条件里面生出来 所以叫它做三善根 菩萨的善根 使这个三善根 又提升了一层 精进 精进是菩萨唯一善根 菩萨会退转 什么原因 懈怠 放逸 菩萨就退转了 我们在经上看到 到什么时候才不退呢 拔地才不退 去的疫情 都是进进退退 只要懈怠放逸 马上就退转 永远保持进进 菩萨修行六个 运则里面 你看有不识持戒忍辱 精进 精是唇而不杂 精是进步 可见的精进两个字 就说明了一满身如常识熏修 这个就叫做静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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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潜移修 决定不能够下代 认真落地 克服自己的烦恼 克服自己的习气 克你祖圣 这是我们中国圣人讲的 你能够克服你的妄念 你就是圣人 你就是圣人 圣子怎么讲 什么叫圣人 要用现在的话说 圣人就是明白人 对于世间一切事一切因果 都通达明了啊 这个人就叫圣人 你要不克服你自己的妄念 那怎么行呢 那么我们现在有什么方法 克服我们的妄念 佛家讲的 方法很多 所谓是八万四千法门 五量法门 法是方法 门是门禁啊 什么方法 克服妄念的方法 克服妄想的方法 佛家具体讲就是 妄想分别执着 克服妄想分别执着的方法 很多 我们今天采取的两个 一个是研究 深入研究经教 心心念念呢 想着经典里面的道理 你就不会打妄想 另外一个方法 念佛 念念跟阿弥陀佛相应 念佛人念久了为什么会懈怠呢 不懂得念佛的道理 念久了就会懈怠了 所以念不下去了 所以念佛是行 行一定要一解 你看清梁大师跟我们讲华严经 他把经分作四分 信解 然后才有行政 行要一解 要一信解 没有信解做基础 那个行靠不住 不能吃酒 信解 信解透彻了 这个行才能够吃酒 才能够不变 禁忠虽然不需要 信解 行就行了 这个话说的有毛病 信禁忠不是不要信解 是信解跟行可以同时 在其他法文一定是先有信解 而后有信证 禁忠是信解行政完全同时 因此 念佛不能不听经 不听经你念佛了 不是在一面念佛 是一面胡思乱想 就是一面念佛 一面打瞌睡 有些人功夫不错 走路也会打瞌睡 你看到绕佛 绕佛就打瞌睡 就打瞌睡 就绕佛就打瞌睡 直径的谁一坐下来就打呼了 这是我们在念佛堂常常看到的 什么原因呢 缺乏信解 所以我们今天为了补足 这个补足每天讲经 每一天两个小时的讲经 重要啊 讲到情修善根 你们想不想修善根 都想 那我再告诉你 听我讲经不重要啊 听他们年轻法师讲经 重要 这个道理你们懂吗 年轻法师 像一个树苗一样啊 需要灌开 需要培植啊 我这是个老树了 不浇水也没关系啊 也死不了了 这个树苗要好好的照顾 如何照顾 你们天天来听经 他坐在那一看 哦人很多 嗯 他讲经就很有味道了 他的精神就提起来了 一看底下没几个人 垂涂上去 大概是我讲的不好 人都跑掉了 信心就没有了 所以他讲的不好 不好就更要来听 给他打气 给他捧场 他一看还不错 还有这么多人 大概我还行 信心才能生得起来啊 才能帮助他了 所以你们来听经 听他们讲经 就是灌开 就是栽培 非常重要 我们当年学讲经 李老师把他的那些听众 找个一年半人来 交代他们 一定要听初学人讲经 老师自己常常到后面来寻查 看看哪些人没来 我叫你来听他们 你怎么没来啊 所以我们讲经 总有个几十人 差不多一百多人 讲堂不大嘛 差不多也就做满了 我们上讲台 信心就很足啊 所以初学人需要鼓励啊 需要帮助啊 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你们来听他们 讲经就等于种树一样啊 你们在种树啊 将来才有果实啊 才有收成啊 你不种树 想吃果实 哪有这个道理啊 没这个道理啊 所以你要想听法师的讲经 讲得好有受用 你不栽培法师 你怎么会听到法师给你讲经 这有因比有果嘛 所以 听我讲经 没功德 听他们年轻人讲经 大功德 大家一定要懂这个道理 你们想积功累得 想情修善根 你就好好地来听经 认真来听经 不但听经 而且要批评 听到哪些地方不懂的 问他 这个地方我没有懂 他就会改进 听到哪个地方有疑惑的 也问他 我这里听的时候 我有疑惑 或者他讲错了 或者他讲得不够详细 帮助他改进了 所以学生在讲台上 下面听众是老师 是见学 是真正的护法 这个样子 我们护法跟红法的能够配合 接心相知 道场才能成就 道场才能够兴旺 道风才能够建立 学的人有信心 学的人有信心 护持的人有收获 我护持的法师 总算帮助他成就了 这个护持的新学 辛劳没有白费 真地有收成了 他将来鸿法利生 就是你自己弘法利生 他的成就就是你的成就 为什么不做这个功德 为什么不做这个好事 今天跟诸位讲了两个小时 这一句还没讲完呢 我本来是打算这两个小时 把两句讲完 这一句都没讲完 这是讲这个供养横杀身 这一句都没讲完 所以晓得这个经上 字字句句的意思讲不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